大概是兩年吧 因為我中間去年就沒有比嘛 因為算是前年我就有開始休息嘛 那去年我就是因為是阿基里事件的問題 所以去年我就是做那個PRP的治療 所以就是也沒有比嘛 就是剛好中斷 今天這場比賽雖然風大 然後我覺得也有就是比較頂尖的對手 然後就可以良性的定爭 對我來講是蠻大的幫助嘛 那畢竟因為我這兩年真的是 可以說是荒荒溫泉泉的沒有成績 那我今天對自己的表現我算是蠻滿意的啦 因為我可能從開玩到現在 可能是今天算是最高的強度 因為我畢竟我在訓練的強度也沒有這麼強 那今天的表現也超乎我自己的意期 我自己本身就是射線把它跑完就好 因為有時候可能自己的訓練狀況不是很 完全然後可能 加上自己的喪事的問題等等的 可能也會造成我一些 生理上的一些建設有一點比較低迷的狀況 這兩三年可能自己也 可能會在訓練當中 可能會有點蠻低迷的 因為有時候就是因為喪事的關係 有時候死好死壞 那在訓練的過程當中 有時候就是會隨著狀況好的時候 就是心情會比較高康一點 如果狀況不好的話 會實際的低迷 那自己也會 會很質疑的說要不要繼續啦 因為畢竟自己的年紀也蠻大的 那自己也成家立業了 那所以我在這一個方面 我自己也就是思想了蠻久的 那自己就是想說 欸再給自己一次機會 然後就是看自己人不能再恢復 如果可以就是繼續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可能就是 把就是可能就去轉教練的工作 或是當老師 或是甚至做其他工作 來來維持自己的生活 加油加油加油 生事業 恭喜 恭喜 恭喜